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情感面对面 我是小燕 首先通过一段短片 走进今天的故事 今年60岁的李女士 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 在她的家中 总会摆满各式各样的 充满心思的小物品 但是如今的她 却再也没有心情来做这些了 有时候说说就呛起来了 我也是心里挺翻的 我能出去我就出去 哪怕出去玩一天 我也出去玩一天 我也不在家里待 也不见心不翻 从一个生活的热爱者 到躲出家门的逃离者 聚变背后有何隐情 这二年就是几乎就不出门了 实在是没办法 我说要不咱找个 能帮助咱们的人 把这个事解决解 因为已经拖四年了 四年时间是什么 让她转眼愁白头 来到节目现场 她又希望我们如何帮助她呢 现在这对父母 已经来到了场上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来 欢迎你们 老师好 老师好 给我们说说 今天来这儿的诉求吧 我这儿子吧 今年三十岁了 有四年没出去工作了 四年 讲解四年 就看着孩子啊 什么也不干 就在家里那么窝着 天天那么看着他 我真是着急 真是没有办法 我可老 我说这孩子牵头就 就这样 就要完了这样 真是激得不信 我肯定也不舒服 因为我妈 也不是说特别 爱掉眼泪的人 妈妈每天看着儿子在家 其实心里面像刀脚一样 是 是 是 你在家也会经常掉眼泪吗 有时候也不敢掉眼泪 也怕他们都 就有时候偷偷了 就是 主要是担心孩子的未来 是 自己心里干着急 就是解决不了 谈及儿子的状况 李女士就难掩伤心的泪水 一方面我们能够理解她 身为母亲 为儿子前途的担忧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禁疑惑 在过去的四年中 儿子究竟经历了什么 又是什么 导致她始终待在家中 闭门不出呢 妈妈先别着急 我们一定帮你想办法 行 好 那我想问一下妈妈 现在儿子天天在家 这四年了 究竟做什么呀那天 早上起来也不急 到了十一二点了 起来了 晚上也不睡 抱着她那个电脑 基本就这样吧 我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半死不活状态 是几天几天都不下楼吗 根本就不出户有时候 那她也不跟朋友聚会吗 吃饭聊天的 朋友有时候就是邀请他们聚会去啊什么的 人家不理 人家不去 跟谁也不来往 没有想到现在自己是这么一个状态的 就这样 这样 那确实她的圈子很封闭啊现在 是 她就自己把自己就是封闭起来了 我说的你出去 哪怕找个事干的 你不还能接受接受外边 不脱离这社会吗 她就是不出去 自己可能解不开了一些心急 那现在孩子有收入吗 没有 那她平常吃饭呀都吃你们 对 对啊 那她在家里边待着是找工作找不着呢 还是自个儿压根不想找啊 她就根本她就不出去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找工作觉得不满意呢 还是什么原因呢 都在说不好 说实话 是在四年前吧 辞职以后就这么几年 就一直不工作在家待着 李女士告诉我们 儿子小王今年30岁 之前就读于天津一家高校 主修国际贸易专业 大学毕业以后 很快就进入一家银行工作 成为了一名信贷员 原本看似平坦光明的人生 却突然在四年前遭遇重大变故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从四年前 说从单位辞职了就成这样了呢 她呀 在银行工作时候开始那个 就是挺好的 业绩也挺好的 后来跳了槽了 跳到别的银行了 从那到了这新的单位啊 就是关系可能没有了 就是业绩就不行了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级之长吧 单位领导说她了 还是她自己觉得 一级就是什么了 反正最后就辞了 辞了我们开始都不知道 她辞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的 然后开始还 她辞职都没跟你们说呀 没说 没有 提前没说 提前没说 觉得好像没有说到的药 她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具体的情况啊 为什么在那块就干不下去了 不知道 有时知道了解情况什么情况的 就是离开那个银行以后 就有时候偶尔的就是 我杀了这两个人 他就是银行有两个他们上层的领导 就是要他辞职的 老是就是一击了就踢到这个 扎一个大跟踪那种 我是人家当领导的 有点开玩笑似的 轻描带想说 不是 还是鸡子跟我说的 昨天 前天也是昨天跟我说 他说我呀 就看你们老两口就完了 因为我要是震撒 我欠撒他们俩 那意思就是 他们可能造成他现在这种局面 那看来儿子对他们恨之入骨啊 就是要杀了他 那时候基本上完全不信任何人 除了可能最亲密的人 他跟这个银行的同事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从来不跟您讲 就是让他辞职 是人家让他辞职 是他自己辞职 我现在我都搞不清楚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 我好像听的是 严谨让他辞职 但他跟你们说的都是 他说的是自己辞职的 他说他自己就不干了 不是主动辞职 所以究竟和这两个人 发生什么矛盾了 你们也不是搞不太清楚 具体是怎么回事 还真不行 反正就是我理解 就是业绩不行呗 这您理解业绩不行 是您后来猜一点 还是儿子跟您说的呀 好像话里话外 就是给我的这个想法 就是真的想法好像是 那不会说因为孩子这个状态 你们两口之间 还经常会闹别扭 对 那肯定是 肯定是 我们俩有时思想不同意 有时候 我一说的他就拦着 经常因为你是查证吗 是 对 反正我有时候讲道理 讲多了 他不得听 其实上家里面的权威的 最权威的是是我妈 我一说的我们俩就交情 我们俩一吵架 对 你得说说你怎么说他 上来就骂开了就 不是 先举例子吧 举例子他记得他 不是跟我记得吗 可能他们会有分歧吧 还有一个慢的 他好像我感觉 我们还在那 比方说他心挺平静的 也没事 他有时一句话 就把这活勾起来 勾起来这俩就闹 闹得我就心烦了 我心烦我就得压他 我不压他 那个就更没办法 我狗活上 我是给他讲道理 我举例子 我你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当着儿子的面 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吗 对啊 对 的